在2010年的夏天时候 波神和詹姆斯先后决定加盟热货队 当时他们和韦德组成了联盟中最强大的三巨头组合 随后的四年时间 他们都杀入了总决赛 并且连续两年拿下了总冠军 但是在2014年总决赛上被马刺击败之后 詹姆斯在夏天宣布离开热货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骑士队 而今天韦德在接受杰伦罗斯的采访时候 聊到了当年詹姆斯离开热货之后的情景 他说到当年詹姆斯离开之后 我们已经无法夺冠了 因为在当时的赛季中我就受伤了 我的运动能力严重下滑 没办法 我强忍着伤痛 没有做手术只想再拼下来一个总冠军 从而两次击败马刺 但是很可惜 总决赛上我们被打的落花流水 毫无招架之力 无论是攻守两端 我们都没有办法限制马刺 当时詹姆斯知道我受伤了 他也知道我无法带领球队夺冠了 不过波神依然是巅峰 不过随后也得病了 让他无法打球 这真的很难过 詹姆斯当时也知道 留在这里无法夺冠 所以他离开了 我们的热货一下子就跌入了低谷 这太糟糕了 我讨厌这样 但是那四年的三巨头合作 是我一生中很难忘的回忆 我会一直把它当作最珍贵的记忆保存下来 维德继续说道 詹姆斯当年在加盟热货之后 可以说是完成了终极进化 首先他对自己的远头进行了强化训练 如今詹姆斯投篮不错 也就是得益于在热货时期的训练和进化 而且在那里 他还拿下了梦寐以求的总冠军 以王者身份回到骑士队 并且帮助球队再次夺冠